好了 鄉親繼續來看副總統羅青督 停國產的高端營苗 早上到台台醫行醫 提有關的助詐站來助詐 經過過程這麼順利 羅青督也來發話 說做營苗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自親家宿 請大家就依照到 疫情支援當心的安排 定期助詐 民眾志願有在流團 說做完高端營苗後 致會拔到腰 還有這種的副作用 羅青督笑笑說 他才去已經有吃飯了